自然界里有着各式各样让人着迷的机关 从世界上最孤独的树到阿根廷眼睛形状的湖心岛 本期奥德休斯号带你看看六个最不可思议的自然景观 孤独的冷山树 加拿大的温哥华岛南部是一个非常适合种树的地方 适中的气候以及充足的阳光 在这里长出了世界上最高的一批树 比如著名的大稻格树 由于周围和它同年龄的古树都被砍光了 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生长 所以被称为孤独的大稻格 这棵树高66米宽4米 已经存活了超过500年 正是由于它体积超群 所以当时的伐木工人才放过了它 如今这棵树被评为现存第二高的冷山树 受到了园区的重点保护 西普顿石井位于英国的兰开夏郡 在当地的传说里 这个地方曾经受到了一名叫做西普顿的女巫的诅咒 西普顿石井最独特的一点就是 不管把什么东西放在这里 过一段时间都会慢慢变成石头 不过站在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现象并没有听起来这么神奇 由于这里的水里含有大量的矿物质 物品被浸泡几个月之后 自然会在表面结成一层岩石 双生树 在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区 一棵樱桃树长在了一棵桑树顶上 这种植物共生的现象其实不算罕见 但通常由于上面的植物吸收不到土壤里的养分 所以导致尺寸比较小 存活的时间也很短 很少能够像这棵一样茁壮地成长 一种推测就是 最初是由小鸟把樱桃树的种子 叼到了桑树上 碰巧这棵桑树内部是中空的 樱桃树的树根穿过空隙 一直扎进了土里 所以才形成了这种现象 阿根廷圆形岛 这个神秘的湖心岛 是一架直升飞机 在阿根廷南部意外观测到的 规则的圆形湖里 有一座椭圆形状的岛 这座岛还会自己绕湖心移动 就像眼睛里的瞳孔一样 这个区域野生的植物非常茂盛 所以只能徒步前往 附近村落里的土著居民 趁他们出生的时候 这个湖心岛就已经存在了 而关于小岛自己移动的原因 科学家们认为 这是湖底的沼气催动的结果 会响的石头 随处可见的石头 通常跟有趣站不上关系 不过世界上有些地方的石头 是可以当乐器来使用的 发出的声音非常清脆 类似铃铛 这种石头在全球各地都存在 1965年 美国拉法耶特学院的地质学者们 发现这些石头在被敲击时 会发出一种人类听不到的低频声波 而人们能够听到的清脆响声 其实是这些声波互相作用形成的 阿纳斯拉巨石 沙特阿拉伯的阿纳斯拉巨石 是游客们拍照打卡的一个热门景点 石头从中间完美地被分成两半 像是被谁一刀切开的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人工的产物 但根据测算 石头上的壁画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当时的人们是没有这种切割技术的 地质学家们的说法是 这很可能受于当时地壳的运动 让石头底部失去的支点 最终反方向裂开 至于裂开的切面 为什么这么平整 直到今天仍旧是一个谜题